CBA消息 报呼明轩年龄造假 首钢爆发离队潮 山东汉将掌心流队 首钢或爆发离队潮 北京时间6月25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首钢俱乐部在休赛期将会清理一部分老将 人数或将超过9人 为联盟数量最多 众所周知 自从上赛季的休赛期 首钢就制定了大力培养年轻球员的的战略规划 像王潇辉 长林 刘晓宇都没有顺利地拿到续约合同 自从进入本赛季休赛期之后 首钢俱乐部的动作更大了 不仅更换了总经理 莱登也正式被扶正 球队阵容自然也会进行新一轮的深度清理 据了解目前已经确定有9人将会离队 他们分别是 鸾立成 孙晨然 张卓 孙昊峰 李慕豪 田宇祥 外援阵容中利夫 尼克 约翰逊 吉布森一个不留 众所周知 在本赛季首钢的成绩并不好 虽然拿到了常规赛第六 季后赛八强的成绩 但是相比较 首钢在球员阵容的付出 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 很多球迷认为 是首钢的管理出现问题 在外援阵容上 因为更换频繁 导致外援对于首钢的归属感很差 更别提什么集体荣誉感了 利夫为了给女朋友过生日 甚至故意消极比赛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就是首钢大力培养年轻球员 却没有处理好年轻球员 与老球员之间的关系 导致以方硕为代表的老球员 和以曾凡博为代表的新球员 经常会出现内讧的现象 而上任主教练谢力宾 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幸运的是 首钢这次的决心很大 可以说从上到下换了一遍 相信在新赛季 首钢一定能有不错的成绩 得分王掌心留队 北京时间6月25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山东南篮近日已经和封线球员 乔文汉达成了续约协议 山东南篮承诺给乔文汉掌心 众所周知 自从进入休赛期以来 山东南篮管理层表现得相当积极 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 对内三名顶心合同的人选 在确定了核心球员之后 接着就是马不停蹄地 对球队阵容进行了优化 在近两个赛季来看 山东南篮的球员阵容 是有很大问题的 尤其是封线球员更是相当短缺 自从丁燕宇航离队之后 山东南篮的封线球员 在赛场上存在感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对球队贡献不大 再加上山东南篮主力球员的个人能力 本来就在联盟中并不突出 一旦能力被限制就很难保证成绩 熟悉乔文汉的球迷都知道 在山东南篮他的表现并不好 在季后赛场均仅仅能拿到一分 这也是被球迷称为一分猛将的原因 但是乔文汉在NBL联赛的时候 却是妥妥的得分王 另外在校里同袭期间也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加盟到山东南篮之后便一言难尽了 乔文汉对于自己的能力还是非常清楚的 合同到期之后 也是向管理层表达了重回NBL的想法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山东南篮竟然愿意给乔文汉涨工资 对乔文汉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对于山东南篮的举动 很多球迷表示并不能理解 乔文汉的年龄在 CBA并不占任何优势 即便是潜能被激发 对于球队的帮助也不会太大 总的来说 山东南篮这次冒的风险很大 报胡明轩年龄造假 北京时间6月25日 近日某知名媒体人在直播间当着数千名球迷在爆猛料 对于广东南篮核心后卫胡明轩的年龄提出了质疑 这位媒体人表示 胡明轩的官方出生年份为1998年 但是实际上的出生年份应该是1994年 并且还一本正经地拿出当年U19的照片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熟悉CBA联赛规则的球迷都知道 很多球员 尤其是球星 在年龄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造假的情况 像易建连 郭爱伦等知名球员的年龄都曾被球迷质疑过年龄造假 但是这次球迷对这次爆料很明显并不买账 认为这纯粹就是媒体人对胡明轩的故意抹黑 值得注意的是 这名爆料的媒体人现在的口碑并不好 以造谣来吸引球迷的关注 尤其是前不久爆出三方交易的消息 在当时引起了球迷的广泛关注 但是现在已经被证实是谣言 这名媒体人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这名媒体人为了吸引更多的热度 甚至在直播间公开表示 已经搜集了很多关于蓝鞋主席姚明的黑料 正准备10名向体育总局进行举报 但是从目前来看依旧是虚张声势 你觉得这次爆料胡明轩年龄造假是否可信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